1月17号下午6点 导演吴米森所指导的 《很久没有进我了你》电影首映 在台东铁花春举行 男主角戴丽忍 女主角有记 导演吴米森 制作人张43 为1月23号上映票房努力宣传 希望观众朋友们 能够透过这部电影 然后再看一下现在台东 然后有机会能够到台东来走一走 我希望可以透过这部电影 然后跟观众们分享这个温度 然后很舒服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它是肩负很多人的期待 跟各方面生活土地的身影 跟人们实在生活的样态 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高兴 这个时代我们活在这个时代 有这样的电影这个形式 可以把它 电影是可以可触摸的 可以感受到的一个形式 我先不叫它做电影了 这部电影是将创下千万票房 夹击的音乐剧 很久没有进我了你 搬上大一幕的作品 同时也是台湾独立音乐厂牌 角头音乐 第一次参与电影制作 制作人张43 希望片子1月23号上映后 能够有好票房 提升原住民自信心 并支持他下一个梦想 盖一座陆森堡纪念馆 如果将来这部电影能够大卖以后 其实我们希望将来可以回到台东这块土地 然后帮我非常敬仰的 也是北南竹人非常敬仰的一个 北南音乐致富陆森堡 该一个纪念馆 然后这纪念馆的意义不只是一个 让陆森堡的音乐可以有比较一个系统的整理 其实也可以让竹人透过这样的一个馆 有制造更多的一些就业机会 他们就不用每次都要到台北去去谋生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利用他们自己的文化 用他们的文化来赚钱 然后自力更生 然后同时他们也可以不断的去 利用这样的一个馆 然后去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未来的文化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两群其美 电影《很久没有进我了你》 将于2015年1月23号全台上映 据其描述指挥风霍云与玩世不公的交响乐团首席 同仁多被逼着一同扛下年度旗舰音乐会 在国家音乐厅演出的重则大任 台东所在综合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